老灯把T虚膏涂在脸上 却发现怎么也刮不掉 他恍然大悟 原来孙子孝顺地把T虚膏 换成了超级胶水 当老灯试图把脸上的胶水去掉时 他的儿子听到动静走了进来 孙子的恶作剧 让老灯感到尴尬 促使他开始报复 趁孙子上学时 老灯拿起电钻 就往他的房间跑 孙子放学回来后 成功成为了老灯恶作剧的受害者 孙子被激怒了 他坐在床上 床很快就塌了 老灯感到很得意 以为孙子不敢再恶作剧了 然而 当他上床睡觉时 发现孙子在被子里放了一条石 他吓了一条 连忙后退 甚至从窗户爬了出去 神奇的一幕再次上演 女孩在练习花样滑冰时 突然小便失禁了 她的母亲却命令她继续练习 女孩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 强忍身体不适继续练习 尽管她的动作完美无瑕 但她的母亲从未承认过她的努力 连续练习了24个小时后 女孩想休息一会 竟遭到了母亲的教训 女孩恳求父亲带她一起离开 但父亲冷漠地把她抛弃给了母亲 女孩每天都被母亲拉去练习花样滑冰 教练夸奖女孩表现优越 但母亲却在教练面前贬低她 女孩在母亲严厉的教育下长大了 开始参加比赛 在比赛中 女孩展示了她非凡的花样滑冰能力 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观众为她欢呼 裁判也给她打了高分 女孩以为终于能得到母亲认可 然而母亲并没庆祝她夺冠 仍然不承认她 女孩忍无可忍 和母亲吵了起来 女孩没发现自己不断在流血 血液很快染红了游泳池 人们连忙上岸 好奇地围观她 女孩游出了水面 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她急忙去医院检查 医生确定她没有异常 而且胎儿发育稳定 流血是正常现象 女孩相信了医生的话 她回到家洗澡 再次出现了流血的状况 血液不仅发黑 而且是凝固状 此时 她的肚皮变得很奇怪 头发也在不断脱落 出现斑秃的迹象 她单纯以为是怀孕的正常现象 可就在女孩在睡觉时 突然感到胎儿在躁动 她急忙坐起来 看向肚子 居然看到了胎儿的手的轮廓 接着 胎儿不断蠕动 头发她的肚皮撑得变形了 她痛得大叫 再次去医院检查 医生发现 仅仅过了一天 胎儿就发育成熟 可以生产了 立即给女孩迎产 女孩顺利生下了孩子 孩子看起来很健康 女孩终于放下心来 男人快速切着一堆鱼 没有察觉自己的一根食指 被切断了 等她发现后 断指已经被装入罐头 运输进了超市里 她下定决心要找到它 于是去商店买了所有的罐头 尽管进行了一番彻底搜查 她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手指 就在她准备放弃的时候 她在另一家商店里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这个声音和她平时敲桌面的频率一样 男人立即打开罐子 真的在里面找到了断指 并神奇地重新接了回去 然而她感觉手指很陌生 她在上班时 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她发现自己真正的断指在同事手上 而这位同事正准备用手指挖鼻孔 她吓坏了 赶紧上前阻止 男人终于夺回了自己的手指 并归还了同事的手指 和同事沟通后 男人发现所有员工都有同样的经历 一般都找不回自己的断指 男孩吃力地用左脚夹住粉笔 在地上画奇怪的符号 父亲以为他要画三角形 便拿走粉笔 给他示范三角形的画法 男孩却拼命把三角形擦掉 显然父亲猜错了他的意思 母亲凑了过来 猜测男孩画的应该是A 男孩立即激动地点头 接着他吃力地在地上画出笨合 还没有写完 母亲就明白 他写的是妈妈 这让他非常感动 男孩疲惫地躺在地上 他第一次成功写完一个单词 父母都开心地看着 原来儿子虽然脑瘫 但不是智障 接着母亲吃力地扛着男孩上楼 送他上床休息 但他突然感到头晕 摔下了楼梯 男孩听见他的叫声 急忙挪到楼梯旁 用左脚控制身体 从楼梯上滑了下去 不停用左脚踹门 所幸邻居发现了异常 叫来了救护车 把母亲送去了医院 然而 男孩却遭到了大家的指责 大家认为是男孩 害得母亲受伤 男孩第一次上学 立即被所有人注视 因为他容貌奇特 大家一致 把他当成了怪胎 男孩自我介绍说 喜欢看星球大战 有个同学开始欺负他 说他长得很像里面的一个角色 让男孩感到难堪 同学并没有停止欺负他 丢给他一张画 上面画着长着鬼脸的他 在他吃饭的时候 同学还嘲讽他吃饭的样子像怪物 男孩没有因为他影响到学习 在课堂上积极表现 同学十分不爽 带着其他同学一起嘲笑男孩容貌 在体育课上 大家一起对着男孩丢球 男孩无助地站在球场上 同学还在男孩的储物柜前贴了东西 男孩凑近一看 发现是一张班级合照 上面的自己被辟掉了 老师察觉不对劲 询问男孩怎么了 但是男孩没有告状 把自己关在家里 拒绝去上课 有位学生故意不去 告诉了老师实情 很快校长将同学退学了 蜘蛛侠把杀人的脸摁在车上 一直摩擦到只剩下一半 然后才放开 但是当杀人回到杀堆时 很快就恢复了原状 在他们的搏斗中 蜘蛛侠和杀人不断地坠落 最终杀人落入一滩水中 然而 当他试图取回抢夺的钱时 他发现杀手在水中逐渐溶解 蜘蛛侠急忙努力打开水箱 很快水箱爆炸 大量水流冲向杀人 杀人在排水口挣扎 但最终化为泥浆河水一起被冲走 蜘蛛侠以为已经击败了杀人 但他从另一个下水道口再度复活 化身为巨人出现在市中心 正当他向蜘蛛侠发动攻击时 蜘蛛侠躲开了 这时他的死敌毒液赶来 勒住了蜘蛛侠 杀人见机 开始猛烈地袭击蜘蛛侠 女孩唯一的鞋子掉进了水沟 他连忙去捡 然而水流很快 他无法追上 很快鞋子卡进了桥洞里 女孩无助地哭了起来 一个路人看到后 帮忙把鞋子捞了起来 女孩向他道谢后 急忙去找哥哥 哥哥抱怨因为等他上学要迟到了 女孩感到委屈 把鞋子丢给了他 由于在这里上学必须要穿鞋 贫穷的兄妹俩每天只能轮流穿鞋去上学 妹妹解释了刚刚的情况 却被哥哥批评粗心大意 妹妹委屈地走在街上 她看着鞋垫里的新鞋 想要却根本买不起 等哥哥回来后 他向妹妹道歉 并表示明天他去参加跑步比赛 他会拿下第三名 把奖励的鞋子送给妹妹 妹妹很开心 当哥哥在比赛时 他算好到终点的距离 故意跑得比前两名慢 然而 他被别人恶意撞倒 哥哥急忙加速冲刺 居然成为了第一名 没能拿到鞋子的奖励 女孩把手伸进正在运作的榨汁机里 幸好及时缩回 避免了伤害 接着 他拿走榨汁机 不慎踩到了玻璃碎片 他痛得摔倒在地 奇怪的是 家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女孩却忍受着疼痛 给家人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饭 然而 最终只有他一人在用餐 女孩决定去哥哥的房间 喊他吃饭 拉着哥哥的手时 惊讶地发现他的手不仅发黑 而且冰冷 女孩感觉不对劲 掀开他的被子 发现哥哥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慌乱之下 女孩连忙躲进自己的房间 四周突然响起了恐怖的声音 他害怕得不敢动 当周围安静下来时 女孩趁机去上厕所 突然门外再次传来声音 女孩认为自己要完蛋了 这时门被打开了 原来是爸爸回来了 女孩紧紧抱住了他 当女孩带着爸爸 去哥哥的房间时 惊奇地发现 哥哥的尸体竟然不见 男孩被妈妈抱上粉碎机 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即将陷入危机 妈妈不停鼓励他快站起来 男孩依旧没有行动 很快 男孩的衣服 已经被卷进粉碎机里 眼看他也要被卷进去时 妈妈连忙停下了粉碎机 随后哭了起来 原来男孩天生脑筋乱 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走路 母亲用尽一切办法 也没能改变 然而 男孩看见妈妈伤心的样子 居然靠自己慢慢站了起来 吃力地向妈妈走近 男孩终于能够靠自己走路了 然而他走路姿势奇怪 被别人欺负 他连忙迅速逃跑 居然很快就甩开欺负他的人 妈妈发现了男孩的跑步天赋 决定送男孩去学跑步 可男孩因为年龄太小 被体校拒绝了 就在妈妈即将放弃时 男孩突然跟在运动员身后奔跑 并且超越了其他运动员 于是他被体校破格录取 2008年 男孩以24秒65的速度 打破了残傲会世界记录 女孩拉高闸刀 把刚出生的弟弟 放在刀下 接着他松开绳索 不料弟弟轻而易举地 接住了下落的闸刀 女孩不甘心 等弟弟长大一些后 骗他坐在椅子上 然后把他绑了起来 接着他走到断路器前 开始关掉它 弟弟大声喊着妈妈 这时妈妈赶了过来 弟弟以为自己安全了 但母亲非但没有干预 反而支持女孩 关掉了所有的断路器 随着所有开关的关闭 弟弟通了电 发出耀眼的光芒 母亲站在一旁 欣赏着这一幕 然而弟弟却毫发无损 女孩又把他绑起来 向他射箭 但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最后女孩决定 直接用刀攻击他 但他的母亲阻止了他 拿走了刀 给了他一把斧头 女孩攻击弟弟 没想到弟弟力气很大 反而把他打倒在地 男孩把信号灯涂成红色 行驶的火车 以为是红灯 立即停了下来 男孩偷偷把行李 放到火车上 正当他要爬上去时 他被巡逻的保安发现了 男孩连忙躲进车底 不料 这是火车开始启动 他被迫爬了出来 目光看向一旁的传输带 接着 男孩借助传输带 成功上到了火车 然而 火车很快又停了下来 保安再次检查 是否有人逃票 男孩连忙躲进拖运的房车里 声音引来了保安 保安发现 车门无法打开 只好透过车窗查看情况 发现了非常逼真的话 连化的汗水都在流动 这时火车已经鸣底 保安只好撤退 男孩幸运地躲过了检查 等火车抵达终点站时 男孩已经饿到不行了 到路边的热狗店买晚餐 正好有警察走了过来 向老板出示寻人启事 男孩发现 上面要找的人正是自己 连忙把脸转开 女孩滑下管道 一只饥饿的狮子堵在面前 女孩连忙在管道里逆向爬行 然而管道表面非常光滑 他尽力拉开和狮子的距离 当女孩即将爬回管道入口时 他突然脚打滑 直接滑出了管道 他紧紧抱住头 害怕狮子袭击他 他突然被抱了起来 原来是妈妈来了 然而 这时狮子已经消失了 妈妈并没有相信女孩的话 同意儿子玩管道 他滑行道出口 也撞见了那只狮子 吓得连忙逃跑 妈妈迟迟没看到儿子回来 连忙打电话报警 很快警方封锁了这里 不受专家猜测 狮子还在这附近 他模仿动物的叫声 狮子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骑着轮椅追逐狮子 不停用枪射击 然而 轮椅没有狮子的速度快 狮子钻进了树林里 专家跟丢了他 故老师 让孩子们伸出舌头 然后 把撕碎的树叶 放在舌头上 孩子们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吃得很开心 原来 他们都很穷 买不起糖果 就连书页上淡淡的游墨甜味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但他们中最穷的 是一个买不起新鞋的男孩 一双破的不能再破的鞋 他已经穿了十年 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男孩羞愧难当 把鞋子扔进了垃圾桶 光着脚去上课 老师看到后 非常生气 斥责男孩不尊重人 不尊重知识 他拿回了男孩的鞋子 要求他重新穿上 男孩不情愿地穿上了 却再次遭到同学们的嘲笑 老师斥责他们 停止嘲笑 坚定地指出 买不起鞋 不是他们的错 也不是一种耻辱 他指着十字架提醒他们 耶稣没有穿鞋 但他丝毫不禀 别人逊色 同学们停止了嘲笑 男孩也不再为自己的鞋子感到羞耻 男孩用力咬住铅笔 不停晃动双腿 紧紧盯着时钟 但他还是没憋住 发出了奇怪的叫声 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注意 老师不相信男孩得病了 认为他在捣乱 强迫他向大家道歉 因为男孩总是不自控地 发出怪叫 同学们一致嘲笑他 老师们也都讨厌他 妈妈相信 儿子不是在捣乱 带他去了医院 医生诊断出 男孩患有妥瑞士症 目前还没有能够医治的方法 妈妈非常难过 反而男孩在安慰他说 没关系的 男孩之后去学校上课 被老师要求 被对全班同学 但他还是克制不住叫了起来 在音乐会上 男孩也一直发出怪叫 打扰到大家听音乐 大家纷纷瞪着他 这时校长把他叫上舞台 询问他为什么怪叫 男孩解释 自己得了妥瑞士症 校长关心地询问 我们有什么 可以帮到你的 男孩回答 希望大家 把我当成普通人就好 男孩不停往嘴里塞菠菜 他的脸突然开始垮掉 女人吓坏了 连忙带他去实验室维修 工程师从他体内取出芯片 发现芯片被菠菜堵塞 随即把菠菜清除 重新把芯片安装回去 虽然男孩是机器人 不会感到疼痛 但女人还是紧紧抓住他的手 这让他的儿子感到不满 于是 等男孩完成手术后 儿子带着朋友们围住男孩 他们拿起刀 想要看看机器人的构造 男孩害怕地躲在儿子身后 紧紧抱住他不断后退 结果掉进了泳池里 然而男孩还是没有松手 他以为人类和机器人一样 不会溺水 大人们连忙跳进泳池 拆散他们 把儿子抱了上去 将男孩独自留在泳池里 男孩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 非常愧疚 给女人写下许多话 女人看到后非常感动 但他已经决定把他抛弃 他骗男孩说带他出去玩 结果把他丢在森林里 开车离去 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这部电影叫人工智能 讲述了男孩虽然是个机器人 但一直渴望母爱的故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原片 我们下期再见 女孩的脸被毁了 逼生计划 将一位已故病人的脸 移植到她的脸上 捐献者的母亲欣然同意 因为虽然她的女儿已经去世 但她还能看到女儿的脸 她对脸被毁的女孩深表同情 当时去的病人 被送进手术室时 医院的所有员工都列对向这位高尚的母亲表示敬意 对她决定改善毁容女孩的生活 表示感谢 进入手术室前 母亲紧紧握住女儿的手 亲吻她的脸颊 向她做最后的告别 很快 女孩也被送进了手术室 医生们仔细地在他们脸上画好手术线 开始了手术 他们一丝不苟地掀开捐献者的面部皮肤 将其放在女孩的脸上 然后开始缝合 外科医生们提心吊胆 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事物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 24小时后 手术终于完成 女孩检查了自己的心脸 发现非常完美 大家都为她感到高兴 女孩撕开服用了40年药物的标签 发现里面隐藏着另一个标签 她猜测 这个药是让她瘫痪的原因 于是 当母亲监督她吃药时 她假装吞下了药片 等母亲离开后 她立即吐出来 乘坐升降梯到书房 她刚在浏览器上搜索药物信息 电脑突然没有了网络 但女孩没有放弃 她偷来母亲的电话咨询药店 被告知 这是宠物药 如果是人长期服用 就会下半身瘫痪 女孩崩溃了 她没发现 此时母亲就在角落里盯着她 而且 房门已经被母亲锁上了 女孩无法推开房门 但她想到了逃跑的办法 她拿起电焊笔 在嘴里含住开水 接着 她爬出窗户 顺着倾斜的屋檐 爬到隔壁房间的窗前 把电焊笔放在玻璃上 朝她吐开水 玻璃瞬间碎裂 女孩的计划成功了 然而 升降梯被母亲破坏了 女孩为了下楼梯 果断滚了下去 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脚 恢复了行动能力 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这部电影叫逃跑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原片 我们下期再见 医生把男孩的头 固定在机器上 绑住她的双脚 给她注射治疗 空气过敏的针迹 很快 针迹开始生效 男孩的脸上起了红疹 她感到不舒服 医生让男孩再坚持一下 手术很快就要结束了 接着 医生剃掉男孩的头发 再次给她注射针迹 男孩脸上的红疹 开始退去 然而 等男孩走出手术室后 她突然被一股 看不见的力量推倒 然后被不停拖拽 男孩害怕地挣扎 通过玻璃的反射 看见有三个孩子 在拉着她 她连忙甩开 跑了出去 可跑没一会 再次被推倒 接着她的脚被抓住 不断往回拖行 被带进了一个房间里 孩子们突然放下了她 离开了房间 随即关上了门 男孩无法推开门 她的脸 再次起了红疹 就在男孩感到不是时 突然看到了一扇暗门 她走了进去 在里面发现许多相同的手术记录 发现那些做过手术的人 都死了 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这部电影叫禁闭男孩 男孩其实根本没有对空气过敏 而医生实际上也是假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内容 可以去看看原片 老师拿起粉笔 结果手上沾满了口香糖 调皮的学生们得逞地笑了起来 她急忙去洗手 然而水龙头被动了手脚 导致她全身湿透 她慌忙拿起毛巾擦脸 却发现毛巾上沾满了墨水 尴尬之余 她想赶紧逃离教室 结果门把手上有排泄物 散发着恶臭 学生们爆发出胜利的笑声 当这位老师向她的朋友倾诉时 朋友直接来到学校 帮老师教育调皮的学生们 作为一名前科犯 她有信心让学生们乖乖听话 然而 当她走进教室准备拿考勤布时 手立即被捕鼠器夹住 全身被泼了一桶黑油 她故作镇定 坐在椅子上 结果 裤子被浇水粘住了 在挫败感的刺激下 朋友掏出了狙击枪 向学生们发射粉笔 学生们惊恐万分 试图逃跑 但无意成功 瞬间学生们变得唯唯诺诺 再也不敢恶作剧了 女孩藏在男子监狱的纸箱里 她环顾四周 找到了坐在角落里的父亲 连忙叫住了她 看到女孩在这里 父亲非常激动 冲过来紧紧抱住了她 女孩哭了起来 指责父亲独自进监狱 把她给抛下了 狱友打手是让他们小声说话 警告他们不要惊动狱警 以免受到进一步的惩罚 一个囚犯听到后 担心会被他们牵连 立即对着牢房外 大声叫喊狱警 狱警听到后 赶紧走了过来 就在囚犯准备举报他们时 女孩抓住了她的手 眼里含着泪水 恳求她 牢房里的所有人 也都紧张地看着 囚犯看到女孩的哀求 开始犹豫 最终还是松了口 向狱警开玩笑说 她看过消声课的旧书 她已经挖空墙要越狱了 狱警认为她精神不正常 没有再理会她 大家纷纷松了口气 女孩依偎在父亲的怀里 提醒她说话要轻声细语 并问她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 父亲的智商只有三岁 他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但是这群囚犯都是坏叔叔 这让狱友们非常尴尬 母亲让儿子装死 把儿子卷在地毯里 然后趴在地毯上假装哭泣 父亲怀疑她是在演戏 想要检查尸体 遭到母亲强烈拒绝 母亲痛苦地 请求父亲把尸体埋原点 而且不能用她的眼睛 玷污儿子的尸体 慌乱的父亲同意了 把地毯抱了出去 然后把地毯放到车上 开往隔壁城市 儿子趁机从地毯里爬出来 趴在车的边缘 等父亲停车后 他试图跳车 不料车突然加速 儿子摔倒了 父亲意识到被骗了 儿子急忙跳车 不停往前跑 可他还是被父亲抓住 儿子拼命向路人求救 给他展示求救的纸条 路人察觉不对劲 表示要报警 父亲吓得立即松开儿子 开车逃离了现场 很快警察赶了过来 就吓了儿子 儿子告诉警察母亲的位置 最终母亲也成功被救了出来 男孩用纱纸打磨膝盖 然后跪在酒精里 瞬间痛得大叫 同学们好奇 他在干嘛 男孩解释 这有助于他跑赢马拉松 结果同学们都认为他很天真 男孩继续用奇葩的方法 刺激肌肉生长 他每天锻炼向后跑 背300斤的铁爬山 甚至在冬天游泳 这天 他来参加50公里赛跑 只有他穿着夏装 全身冷地发抖 当比赛开始后 男孩立即加速成为领跑 大家纷纷不看好他 果然才跑一半 男孩就体力不支 输掉了比赛 然而距离马拉松只剩三个月 男孩缺乏专业的训练 他请求一位运动员指导他 在对方的培训下 男孩学会了跑步的配速 跑步的步伐以及节奏 男孩正式参加马拉松 参赛的都是很厉害的运动员 当比赛进行到八公里时 有十名选手形成了第一梯队 男孩就在其中 女孩吹了个巨大的泡泡 泡泡击中了马戏团女演员的眼睛 吓得他身体失去平衡 从高空坠落 摔在了舞台上 马戏团为了避免观众恐慌 决定制造出是节目效果的假象 让医生换上戏服 把女演员抬下了舞台 他的男友非常悲伤 可当他转过身 发现一只猴子打开了气罐阀门 气罐快速冲向男友 把男友撞飞了 意外破坏了一个笼子 里面的老虎逃了出来 他饥饿地冲到观众面前 众人吓得连忙逃跑 唯独这个女人还想拍照 结果他被老虎打了一巴掌 台上的男演员试图救他 可当他冲过去时 道具正好喷火 点燃了他的衣服 他失控地冲向观众们 导致观众摔下大楼 砸中警车 警察吓得操作失误了 撞上了这栋楼 不料整栋楼开始坍塌 观众们连忙往楼外奔跑 杀人从杀堆站起来 下一秒 他幻化成了人类 他原本是个抢劫犯 但越狱时掉入了实验沙池 意外变成了一个杀人 当他走在大街上时 一个警察发现了他 警察为逮捕他 走上一辆卡车 警察们见状 不停朝杀人开枪 但杀人毫发无伤 杀人把所有警察打倒 逃离现场 杀人逃跑时看到了一辆运钞车 他冲进运钞车抢劫 当他要把抢来的钱带走时 城市英雄蜘蛛侠来了 蜘蛛侠打穿了杀人的肚子 杀人依旧安然无恙 下一秒 他把蜘蛛侠打飞了 蜘蛛侠没有放弃 他再次赶上杀人 杀人再次把蜘蛛侠打退 当蜘蛛侠爬起来时 看着蜘蛛侠从车里狼狈地走出来 杀人满意地离开 女孩将手放在死去的狗身上 虔诚地祈祷 他能起死回生 不久狗睁开了眼睛 从地上站了起来 似乎在向女孩表达感激之情 一个双腿瘫痪的男孩目睹了这一奇迹 他走近女孩 恳求他帮助自己恢复行动能力 女孩无法拒绝 拉着他的手开始虔诚地祈祷 男孩回到医院进行复查 医生确认他的双腿没有恢复的可能 然而 就在医生宣布后的一瞬间 男孩的脚开始动了起来 很快 他就恢复了行走能力 医生大吃一惊 而男孩则把自己的康复归功于女孩的帮助 不久 媒体开始报道女孩的神奇能力 一群求助者聚集在他家门口 女孩握着一位盲人妇女的手 虔诚地祈祷 随后 这名妇女摘下了墨镜 白色的瞳孔恢复了正常 女孩接着又帮助了许多人 使他们恢复了健康 然而 在这些事件之后 女孩突然晕倒了 女孩听不见也说不出话 只能默默看着一家人在开心地聊天 家人过了四年才知道 女孩患有听力障碍 给他请来了老师 老师在他妈妈这得知 女孩和家人沟通会读淳语 老师想教女孩手语 妈妈觉得没必要 然而女孩其实不懂唇语 家人根本不了解她的想法 于是老师擅自教女孩手语 女孩很乐于学习 还和老师成为了朋友 老师每天都在陪伴着女孩 女孩越来越开朗 开始变得爱笑了 手语也越来越熟悉 她主动和家人沟通 家人看不懂手语 都在瞎猜 只有学了点手语的哥哥知道 他想喝果汁 把果汁递给了他 女孩随即表达感谢 然而妈妈因为看不懂手语 要求老师教唇语 老师建议家人也去学手语 能和女孩有更多的沟通 不料妈妈非常不爽 直接把老师谢顾了 然后把女孩安排进正常人的学校 女孩打开储物柜 发现弟弟被锁在里面 她询问弟弟是谁欺负她 但弟弟因为害怕而保持沉默 女孩利用超能力 进入了弟弟的记忆 看到了哪些同学欺负过她 随后 她拎着两个装满食人鱼的袋子 找到了正在游泳的同学们 同学们咄咄逼远地挑衅女孩 嘲讽她弟弟懦弱 女孩宣称 只有我可以欺负我的弟弟 然后女孩把袋子扔进泳池 放出食人鱼 食人鱼迅速游向那群同学 同学们吓坏了 拼令想逃出泳池 正当他们爬上梯子时 食人鱼追赶上来 发起了进攻 女孩在一旁满意地看着 但她也因此被老师警告 如果再犯错误 就会被退学 很快 一个同学的姐姐 在和女孩比赛击剑时 故意划伤了她的脸 还扬言以后 见她一次 打她一次 女孩被激怒了 决定报复 这家伙张开锯口 将女孩整个吞了下去 一对妇女目睹了这一幕 这家伙紧接着把目光投向了他们 她追到女人家里 张开大嘴想吞掉女人 结果被她用扫把捅进了嘴里 女人匆忙逃走了 却在途中遇到了女孩 女孩居然完全没有受伤 这让女人感到疑惑 这家伙再次出现 迅速向他们逼近 女人连忙带着女孩 躲进父亲家里 让父亲帮忙保护女孩 可当她刚转身离开 女孩便暗中吸收了 她父亲的灵魂 索性女人及时介入 打断了她的行动 把她赶跑了 此时父亲的一只脚 居然变成了女孩的脚 很快 这家伙再次找到女人 跪在她的面前 张开锯口 催促她爬进去 她顺从地爬了进去 发现她的嘴里 有一个巨大的空间 这家伙告诉她 这个女孩 其实是邪恶的生物 被她吸走灵魂的人类 全都变成了女孩的样子 女孩肚子突然变得很大 连忙冲进厕所呕吐 父母察觉不对劲 带她去医院 经检查 医生发现她患有肠梗阻 她的肠道失去了消化能力 导致食物堆积在肠道内 他们急忙给女孩做手术 然而女孩非常难受 病情没有得到缓解 而且需要依靠昂贵的药物控制病情 每次服药后 女孩都因为药物副作用痛得睡不着觉 父母很心疼 但又无能为力 只能在一旁陪伴着她 由于女孩不能进食 她不得不通过鼻胃管输入营养液来维持生命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 为了给女孩治病 父母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 然而 女孩依旧没有任何康复的迹象 女孩不想看到父母难过 而且 病痛已经让她崩溃 于是 她放弃了治疗 和家人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光 一根巨大的钢板掉了下来 男孩迅速护住女孩 用自己的身体 承受着沉重钢板的重量 然而 男孩似乎并没有受伤 她随手把钢板扔到一边 接着后 拿起三明治吃了起来 女人迅速将她送往医院 医生发现 流浪汉的肩膀 只是轻微肿胀 检查脉搏后 发现她的脉搏 与人类完全不同 人们把这个男孩视为怪物 纷纷排斥男孩 女人觉得她很可怜 于是收留了她 然而 男孩和野兽一样 扑倒餐桌上 粗鲁地往嘴里狂塞食物 非常护食 这吓坏了女人 女人决定教育她 要求她 等她同意后再吃饭 然而 食物刚拿出来 男孩就试图抢夺 看到女人拒绝 她猛扑过去争抢 不小心咬伤了女人的手 女人疼得大叫 男孩终于停了下来 她变得很听话 配合女人的指导 父亲带着女儿在餐厅吃饭 一个男人把烟灰缸 扔到女儿脚上 女儿吓了一跳 父亲要求男人道歉 男人却把父亲打倒在地 不停踹她的脸 两个女儿被吓得不敢动 父亲已经无法动弹 无力地看向女儿们 不料男人再次用力踩她的脸 践踏她在女儿们面前的尊严 等回到家后 母亲大骂父亲懦弱 没有能力保护女儿 甚至女儿们也在吐槽 父亲没有本事 母亲比父亲强多了 父亲听到女儿们对她的评价 非常痛苦 她渴望让自己变强 改变家人对她的看法 这天她送女儿们去学舞蹈 在旁边看到了一家拳馆 拳馆的教练发现了她 把她带进拳馆 教她拳击 随着父亲日复一日的训练 她开始变得有自信了 然而 这天她带着女儿们逛街时 再次看见了上次揍她的男人 她害怕地立即离开 正好教练开车经过 父亲连忙带女儿们上车 女孩吹了个口哨 瓶中的蜘蛛居然模仿了她的声音 接着女孩播放猫的叫声 蜘蛛也发出了猫叫声 女孩尝试为她吃蟑螂 蟑螂瞬间被蛛丝拽走 随后她发出口哨声 催促女孩未多点 于是 女孩找来一大袋蟑螂 然而她不小心把张脑丸 滚到了瓶子旁 蜘蛛突然发出惨叫声 并且剧烈地晃动 女孩连忙拿走张脑丸 蜘蛛才恢复了正常 女孩好奇地用张脑丸触碰猪丝 猪丝瞬间冒烟断裂 瓶子也突然翻滚 索性 女孩接住了掉落的瓶子 女孩开始感到害怕 因为 她看到蜘蛛 才过了一天就长大了好几倍 她不再理会蜘蛛 躺在一旁睡着了 蜘蛛突然拧开了盖子 从瓶子里爬了出来 但她没有攻击女孩 而且钻进了通风管道里 家里的鹦鹉察觉到危险 疯狂想要逃出笼子 然而饥饿的蜘蛛已经盯上了她 父母带着长得像三十岁的婴儿 来医院体检 毕生发现她身上有一条刀疤 手臂上纹了一个刺青 嘴里还有假牙 父母感到震惊 在一旁讨论 婴儿是不是他们生的 没发现 婴儿把手提包偷走 不停往外跑 这时 一个警察把婴儿抱了起来 要把她当小偷逮捕 父母连忙赶来 和警察解释 婴儿这才被放了下来 等待着婴儿准备上车时 婴儿吵闹着 要车钥匙 父亲没有给她 她用力 踹了父亲一脚 父亲无奈之下 把钥匙给了婴儿 把婴儿放在后座上 她刚关上车门 车立即启动了 父亲瞬间愣住了 婴儿抓住方向盘 用玩具压油门 让汽车在街上高速行驶 警察连忙开车追赶 婴儿开得特别开心 一直逆方向行驶 越来越多的警车出动 他们设置路障 逼停了汽车 婴儿连忙爬回后座 男孩刚上校车 就被人往身上丢垃圾 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她没有反抗 默默地坐在一旁 在课堂上 身后的同学不停在吵她 老师没有批评同学 反而把错归咎于男孩 不停在指责她 男孩非常委屈 这时同学发现她穿的是 姐姐的旧鞋 再次嘲笑她 男孩彻底没了自尊 她回到家里 修补了自己破旧的球鞋 然而母亲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就把鞋子丢了 男孩解释上午要参加赛跑 母亲说给你准备了新鞋 可当男孩转过身 发现这又是姐姐不要的鞋子 父亲看到男孩失落 准备给她买新鞋 不料母亲制止了她 和她说家里已经不够钱花了 男孩意识到买新鞋是不可能了 然而不能不穿鞋子上学 她只好把姐姐的旧鞋涂黑 她来到学校参加赛跑 因为冠军的奖励是一双新鞋 所以她不断往前冲 正当她以为自己是冠军时 突然有个女孩超过了她 成为了冠军